現在的小孩很多 他可能有一些過動的傾向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 用益生菌有辦法幫助他們改善嗎 從腸道的胃囊精來脫手的話 他當然 益生菌他未來還有可能 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我會覺得 會不會有一種情況 他吃了益生菌的辦法 有沒有辦法去測試 看這些益生菌的方式 基本上 怎麼要去測試自己的病毒 就我自己來看的話 不管是益生菌或這種 他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我現在吃了益生菌 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覺得好像沒什麼感覺 也許你服用益生菌 用的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健康 給您最全方位的健康知識 我是Yuranda U姐 今天很榮幸我們邀請到 國立中心大學的助理教授 同時也是台灣乳酸菌協會的理事 陳彥博博士 歡迎陳博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彥博 這益生菌跟我們的腦部有關係 像現在的小孩很多 他可能有一些過動的傾向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 那這個用益生菌有辦法可以做到 幫助他們去改善嗎 剛剛主持人提到那些狀況 其實有些是多原因的 基本上來講益生菌 如果可以從腸道的微環境來著手的話 第一個要先建立腸道微生物菌相 跟剛剛講那些疾病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在思考是不是有一些可能性 用益生菌或其他方式去做介入 把腸道微生物菌上做改善 或者是益生菌有沒有機會 產生一些特殊的代謝物去改善 剛剛提到的這個病症的部分 那當然這都還需要再評估 這一塊其實是 我覺得是重要的 但我們還需要努力去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從你研究這麼多年來看 就是說益生菌它未來 還有可能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我覺得也看未來的人類的發展的走向 那以台灣來講的話 目前進入到高齡化社會 所以目前的一些益生菌的研發 我會覺得要往高齡化社會去做準備 所以像是一些抗氧化抗老化 腦部功能的部分 還有關節保健 或肌肉的生合成 骨質的保健 都是一個需要去做的一個部分 這樣才能讓我們的有需要的族群 它有足夠的這個益生菌 可以去改善它的生活 那因為生活品質如果提升的話 其實整體的社會狀況就會提升 想不到益生菌 對這個抗老化跟抗衰老這一方面 還可以做出很大的貢獻 對啊 我覺得它的貢獻是可大可小 因為像我常常在上課跟學生講的 你讓老人家保養保養好 它就是減少意外的發生 不然像老人家年紀大了 肌肉不夠 骨頭不好 那摔倒了他可能就窩冰在床 生活品質會降低 那我們這些年輕人就要去協助這一塊 要不是花錢去看護 本身自己下來做 這樣就會拖垮我們在社會上一些付出的成本 那整體社會的話就會不是進步上就會受限 所以要把這不同族群把它照顧好 其實我覺得益生菌是有它的切入點 因為提前目前來看的話 在不同生命期 它有相對應不同的益生菌的使用 像剛剛提到熟練族群之外 像我們中年來講 睡眠障礙就是我遇到的問題 那我經由一些益生菌的攝取 我的睡眠障礙減緩了 那我工作效率的表現就會變增加 那我在養了育女方面 我就會讓我的就是效果更好 那這樣子我們家就會過得更好 而且睡好了心情還會更好 心情就會好 對啊 然後生活就會更加的快樂 是啊 對 那一般的人會對益生菌它的想法就是 我吃了我就是會比較容易去廁所 那假設有的人會不會有一種情況 然後他吃了益生菌他反而沒辦法去廁所 通常來講不會 因為大部分的益生菌 它其實都是對腸道健康的保護室有功能的 因為我們在學術上 我們會把益生菌的功能切成幾個階層 那像比較廣泛的這個階層 就是大家大部分都有的 大部分益生菌都有就是腸道保健這個部分 再往上走可能就是像是演藝調節 再往上走可能就是像是剛剛提到的 憂鬱那些腦部功能的改善 所以有不同的階層在看這些益生菌的方形 那以腸道保健來講的話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益生菌的菌種 都會有促進腸道蠕動 以及幫助消化這樣子一個功能 所以基本上 它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像是排便這件事情便秘它的因素很多 就可能要檢視一下是不是 其他生活上的因素所導致的這樣現象 而不一定是益生菌所導致的這個狀況 所以說如果排便不順暢可能還是要多補充一些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 補充水分多運動 對對對 尤其是現在很多人都是做的比較少運動 是 還想請博士聊一聊就是說 這個益生菌你在做的這個實驗的過程裡面 它雖然是透過抗氧化抗衰老來造成這個長壽 那如果要讓它真的達到這個長壽的目的 在這個益生菌的一個選擇還有它的搭配上 它要搭配什麼樣的一些 譬如說一些天然物啊 或者是怎麼樣去選擇這些菌種 就我自己來看的話 不管是益生菌或這種營養補充品或天然物 我覺得它還是個輔助 你要能夠嚴嚴益壽 你還是要有健康的飲食健康的生活 規律的作息多運動 這些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一個 對生活對身體好的一些生活型態 再搭配益生菌的使用 才會真正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而且其實活得長不代表是活得好 有時候是狗眼殘喘也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首先我還是會建議除了益生菌的補充 或其他的好的這些健康素材補充之外 維持良好的生活型態也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有時候人啊 有時候在不同生命期遇到的狀況不太一樣 有時候我們會需要一些益生菌 或甚至有一些藥物的補助 讓我們度過這一段 那它就是一個生命中的其中一個 陪伴你成長的那種方式 這個益生菌呢 很多人都覺得說我都有吃益生菌啊 那我就不用再吃什麼其他的東西了 甚至我覺得我只要吃益生菌 我的健康應該就夠了 我覺得不能完全花上等號 益生菌的確是有它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沒有維持良好的生活型態 你的身體不好 益生菌也不一定可以救得了你 所以有些益生菌它是讓你的生活平時去做提升 你可能生活需要先有一個健康的飲食跟生活習慣 有基本的一個健康狀態 那益生菌也許可以幫你做得更好 像現在市面上有些產品它可能是抗氧化 那抗老化 關節保健 所以在我老化過程中我可以有比較多機會去戶外走走 對 因為我的膝蓋是好的 那我也不會有一些不舒服的狀況 那我的生活品質就會有所提升 那或者是我有運動的習慣 那我配合一些益生菌 有些益生菌它是可以去增加肌耐力 或者是讓肌肉的修復去做增加 那我就可以在運動的過程中 讓我的修復會增加 或者肌肉量會增加 那進一步去提升我的生活的平時 它是有這個輔助 那當然如果本身我就是一個生活習慣很不好的人 每天就是大吃大喝大魚大肉高了這樣 抽煙喝酒熬夜等等的 吃藥都不一定救得了 吃益生菌也不會救得了你的 就不能把這個益生菌當作是那個萬鈴丹這樣 它還是一個輔助的 對 但使用得當的話 它的確是有很多好的功能在裡面 那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說我現在吃了益生菌 我就覺得哇益生菌真的很好 很棒喔 很有感喔 可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我吃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沒什麼感覺 這個有感無感是一個很主觀的一個判斷方式 那有時候有感是因為你的身體在一個不太好的狀況 所以馬上去做一些改善會覺得很有感 那可能有改善了之後再去吃 就覺得好像影響的幅度就不是到那麼大了 那可能已經是有足夠的改善了 所以你的影響幅度都不是那麼大 那另外一點可能就是說 也許你服用的益生菌並不是適合你的益生菌 所以它的改變的 就對你好的方式可能不是你要的 那因為的確有些益生菌不是適合每個族群在使用 因為它還是會跟你的整個身體的狀況 還有腸道菌相的這些交互作用有關係 所以這個有感無感的話 可能還是要搭配不同的使用方式 它選擇適合你的益生菌的種類 今天非常感謝陳博士到現場來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而且很豐富的益生菌的嘗試 相信大家現在對益生菌已經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非常地謝謝陳博士 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請記得給我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想要知道更多健康知識的 也請關注我們太陽星的官方FB 也請你持續地關注我們的超健康頻道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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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n 謝謝